生命就像虎翔 生命天使与你共同关心这世界 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普贤恨愿品》 《华严经》也是立即成佛的 但是它说说怎么成的 从你最初开始发心 发菩提心 行普贤恨 而后成就佛果 有时是因果同识 一发心就成正觉 这叫因果同识 但是这个中间呢 没有讲次第 但是《华严经》 它就要从次第开始讲 一念顿觉 立正菩提 怎么立正的 那这个中间的过程啊 要跟说清楚 但是我们大家坐禅的时候 说禅闻直入乡 顿超直入立正菩提 这个中间怎么正的啊 没有说过程 说你一下明心见性了 见性就成佛 这个佛能跟释迦摩的佛一样吗 我像我们作为同学的都知道 这个跟佛不一样呢 这个成佛没有佛的功德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 六祖大师 我都承认六祖大师 顿开直入的 但是他要讲经的时候 他不印字 或者别人给他念经 他才能讲 因此啊 我们要理解到 离随顿悟 在离上 你可以能顿悟 顿悟啊 就悟得跟佛七等 但是在世上绝对不同 所以叫 理随顿悟 思绪眷处 在世上绝对不限 所以理随顿悟 思绪眷处 在我们环境的时候 菩萨要求五明 菩萨利益众生 每一法 每一件事 都得要学 学而后 才能利益众生 那这样讲起来啊 所以 在他所说的事 环境是讲事的 不是讲理的 我们禅宗 存理 不讲事 但是 环境 它也是存理的 存理是从世上存理 所以环境为什么 成经中之王 环境讲的最广泛了 所以 华境 奢励是非常之多 对 咱们就讲 普贤恒怨品 义品啊 这一品 包括一部华严经 这是八十一品 华严经本来是八十品 普贤恒怨的是八十一品 这一品经 把全部全部的华严经的内容 全涉及到了 那在我们的禅宗说 也是顿超之弱 顿超之弱 对华严在普贤恒怨品的当机众 是什么人呢 是善财童子 善财童子 出出发心 一位一位的 掺了五十三位 为什么掺那么多啊 十性位 十柱位 十行位 十回相位 十地位 等觉妙觉 这就五十二位 最后参普贤菩萨 法身大肆 五十三位 才圆满了 在华严经 已经圆满了 这个圆满的 灯觉菩萨的位置 从哪里来的 从最属文殊斯理菩萨 法普的心来的 所以 十大圆满了 十大愿望 成为仇佛的酒精 那么 如果不理解 如果不理解 你就读普贤恒愿 是普贤菩萨教授的 我们读普贤恒愿 你读上十年 读普贤恒愿品 读上二十年 读上二十年 我读上三十年 你渐渐就会明白了 因为这个 我从出家以来 到孤山 荣泉寺 跟池州老法师 学习的时候 我从那时候开始 读普贤恒愿 我现在出家八十年了 普贤恒愿我也读了差不多 可以说八十年 那你每天 如果没有事物很多 或者断了 没懂 你一定把十大愿望念一下吧 一经旅咒祝福 二者称赞如来 三者广秀供养 四者忏悔业障 五者随喜功德 六者情存法论 七者请佛注释 八者成随佛学 九者横顺众生 十者普及回向 你能用一分钟 或者几秒钟 念念普贤恒愿十大愿望 你要如果想生极乐世界 在普贤恒愿品说 普贤王菩萨送你到极乐世界 你就这么每天不断 你用上十年功夫 或者用上三年 乃醉用上一年 你要知道它的效果了 效果 因此在学习普贤十大愿望的时候 你先立这么一个基础 你要想正弱 不可能啊 不是从凡夫境地 能入十大愿望境界啊 但是我们读诵的能力 是有的 每位道可以都可以读诵 从你读诵当中 你能生起智慧了 生起专门以普贤恒愿生起智慧了 这个非常不可思议 如果你忙了时间不够用 就像我刚才念的 就念个十大愿望就行了 在过去的古德 介绍普贤十大愿望的时候 都是这样介绍的 那么现在啊 大致跟大家说说华严经 这是我前头跟大家说 要学普贤恒愿 你应当发个愿 发个什么愿呢 我为什么要学普贤恒愿 或者求开智慧 求了生死 乃子发求成佛 最新的大愿 你发了这么个大愿 一开始学习普贤菩萨的恨愿 的恨愿 先从我们说 我们皈依了三宝之后 从皈依三宝之后 从皈依三宝之后 我明白什么是佛法 而魅归于三宝 你在家时候 或者学习很多佛经 但是你魅归于三宝的时候 不成为佛弟子 说自学不行 你可以成为学者 但是你成三宝弟子不可以 你必须得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才能算是三宝弟子 那你皈依了三宝之后 你要明白佛法 你要晓得 晓得自己本性 这就说华元义了 晓得你自己的本性 跟佛平等平等的 我安静特别注重 心佛与众生 世三无差别 心 我们的现前这个心 跟十方一切祝福 乃至于所有一些众生 平等平等 平等平等 这个你是明白了佛法的根本 这是最根本的 乃至一个蚊虫 一个蚂蚁 它跟佛是平等平等 因为他的性 众生性 跟佛同一性 故 因为我们都每个道友 能知道我们的本性 跟佛的性 跟佛的性平等平等 那就是说每个人 都能成佛 在法学经上 已经就是佛 但是那个佛呢 是离体上的佛 离体上的佛 不能成为真正的佛 这个佛有六种 一者是离基佛 离基佛 离体上本具的 跟佛无二无别 这是离基佛 还有明治基佛 明治基佛 我们的佛性 跟佛的佛性 无二无别的 无二无别的 那么 我们的性体 跟佛性体 即然无二无别 也就是佛 就是佛 但是这些名字 不是真实的 这叫 离恨基佛 名字基佛 在名字上中风即是佛 所以法界之内 十法界之内 同一佛性 都可以说是佛 但是我们经过入佛门之后 经过了离 经过了离 经过了归依 完了离着佛法教授 而起的惯 惯形 因为我们有了信心了 要依旧修行 惯性及佛之后 离正们 悟得佛的法体 这个离集呢 不是 是你本具的离体上集佛 而是你没有行政 没有行政 没有去读佛的功德呀 对 等你能侵政的空性了 正的空性了 大家都知道 必须经过 实坐 实行 实会像 等了出地 等了出地了 真正见到佛性了 见到一份法身 这叫奋政集佛 奋政集佛 基于你修行到 究竟跟佛无二无边 到了妙觉位 从等觉到了妙觉位 那就叫究竟集佛 这叫六集佛 人人都要经过 一切祝福 都经过这个阶段 对 对 那我们先生 我们现在的先生啊 我们现在的先生 知道了这个过程 我们现在从发心 我们现在还没有诸位啊 基本上一般的没有诸位 还属于信位的菩萨 但是信位 我们也没达到究竟 什么算是有信心的菩萨呢 这个我们自己都能分别的到的 我们能够觉着 前念琴呢 我们第一个念头啊 起的不好 马上就止住 念不相续 不让他再去第二个幻念头 绝日前念琴呢 只是后念不齐者 名为入信位的菩萨 那 当你经过实信位 到了 没有那念了 纯粹是善念 就是一念那念都不胜 能够念念顺着佛法 就在理性上 你住在发心发菩提心 这个登了住的菩萨 就发心住菩萨 这时候是真正的叫发菩提心 你发心想成佛 发心想修道 发心自乐行善 这个世界有力量了 就能做得到了 你从这个位置 从那个理性能够跟佛平等平等 悟到这个理性平等 但是修正的功夫很没有 只是悟得了 信了 深信不疑了 这个是理极佛为 惯恨极佛 从理极到惯恨 在你修行当中 能够深入了 能够了 得到的菩萨的信心满足了 信心满足了 最后不会有反悔 不会再有不信的念头 只要有不信念头 还没入位 坚定自己的信心了 入了位了 为了 你这个身口意啊 就有了神统了 你能够有变化 能够视线 给度众生的时候 你能视线菩萨像 懂得这个道理了 我们大家就明白了 为什么要学 那么学的目的 学的目的是为了行 为了行 行的目的 是为了断化 行为了正 为什么要修行啊 为什么要修行啊 为了断烦恼啊 为了正普提啊 这就是修行 我们把这个的功夫 用到于 要学华严经 我想作为道友 所以临时啊 叫我来给大家讲讲 共同学习一下 你也不是真正发心 来学华严经的 崇拜 这里头道友 说我真正要学华严经 很少 我感觉的很少 因为你要学华严经的时候 你从你开始出家发心 所进入的 所修行的过程 那就不是这样子了 这每位道友都能明白 为什么呢 说华严经的时候 第一个你要学华严经 先等等华严的名相 性体啊 我们进入不当 那华严经的名相 你该要懂啊 说什么是华严经的名相呢 华严经不管它一步多少 八十卷 数量很大的 但是你把它肿起来 成杂花呀 华严经非常杂 非常广泛 把它要述几个名词学 有六相 十卷 四法界 总的名词分这么几个 什么叫六相呢 总相 别相 同相 一相 成相 坏相 这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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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叫圆呢 才叫圆呢 不是这相不管那相 六相互相设 十悬 咱们的就是十庙 咱们说是十庙门 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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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容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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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六相虽然分出来名词 而是互输或弱的 咱们举一个例子 就说 人相 人相 把这个人相为总 那么其他的 出生啊 一切出生相啊 一切动物啊 事物啊 那都不是人 但是不是人 他都是有情动物 总相里的干涉一切 人代表有情动物 又代表有 这是总相 但是有情动物又代表无情动物 要坐一板凳 他也有相啊 不论什么事物 都有他的相 这就说我们 如果我们禅宗讲啊 万法威信 这个总相就是心相 心相 就寡议讲一个 总相 别相 同相 异相 成相 坏相啊 就寡议讲六相啊 咱们一个月也讲不完 我在这只提一个总相同相 别相一相 详细的分别呢 咱不讲了 咱不讲了 我就介绍一下子 我就介绍一下子 要学华安经的时候 这些个 必须都得懂 先要学六相 还要学十玄门 十玄门 今天这个时间呢 我就给大家念念而已 不能详细讲 玄 十玄门的玄 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庙 庙就不可思议 《庙法莲法经》 《庙法莲法经》是庙 就这一个字 《庙法莲法经》的 庙字 咱们至少大师讲了九十天 九十天讲了什么 庙 所以咱们经常说 九寻坛庙 至少大师用九十天 就讲一个庙字 说十玄门 就把整部《华严经》 分成十门 分成十门 来讲 讲这十玄门 我记得有个故事 我在孤三时候 开始学花言 名人叫孤三一个老和尚 这个老和尚是唐朝时代的 这老和尚每天 他必须要到天王殿 年王香到大殿再年香 年王贤就上找殿了 在这个时间 这个小四者 给他端香盘 他就听到老和尚 每天嘟嘟当当 嘟嘟当当 这小和尚就问老和尚 老和尚你在念什么 他说念环境啊 他说念环境啊 小说你念了多少 一部环境啊 小孩说 小孩就不信了 当然不信 我也不信 从天王殿 到大殿 这个过程 就把环境念完了 那老和尚看着小孩不信呢 他说给你证明一下 让你信 我在孤三学 华元听到的故事了 老和尚就在常驻的 叫八十一位师父 每人拿一卷华元经 老和尚就在坐上念 当然呢 念了十几分钟 念完了 老和尚小孩 你问问 你问这师父 你念的第七 听老和尚念第一卷 拿第一卷华元经的 听老和尚念第一卷 拿第二卷听老和尚念的是第二卷 拿八十一卷 听老和尚念的八十一卷 只念了一卷 只念了一卷 这叫一集一切 这叫神童 因此 学华元的 第一个理解他的神和他庙 庙 没有 因为我这是讲这个妙字 为什么玄呢 不可思议 玄就是妙 我这是讲这个玄 拿这个老和尚来做证明 讲这个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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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